Yes 成功了 找到你們 肥美烏魚瓦跳跳 冬至前後銀白烏魚隨著黑潮 回游到台灣西南海域 漁民興奮迎來烏魚祭 烏魚在台灣有烏鯨之稱 不過未來要吃到這期間限定的 野生烏魚恐怕越來越難 最大原因就是海水暖化 台灣的野生烏魚 是隨著等溫線23度 23度的等溫線 從北部這樣子一直往南部這樣子走 在回游過程中 它到了嘉義外山頂中 它會開始產暖 一直產到 產到那個我們南部的二氧比 溫度升高的話 它就會把它的回游的路徑打斷掉 全球暖化 海水溫度上升 打亂了烏魚原本的回游路線 使得南下的野生烏魚越來越少 台灣在民國66年至69年 為野生烏魚的全盛時期 每年可以捕獲約200萬尾 但近10年來 暖化加上海礦不穩 烏魚捕獲量呈現很大的波動 民國100年全台只捕獲到30萬尾 107年回升到118萬尾 創15年來新高 不過去年又驟降至31萬尾 產量早已不復當年的省況 魚的生理因為溫度的變化 所以說它也搞亂了它 所以說它不見得從西部過來 它東部這邊的溫度適合的話 它也往東部這邊走 在海洋捕撈不穩定的情況下 國內烏魚越來越多該以養殖取代 但殊不知養殖業受到的暖化衝擊 更加嚴峻 這樣就好 這個抓魚苗的話要那個 要牽那個順水下去 它魚苗才會跑上來 位於竹北的拔子窟 是北台灣最大的烏魚養殖基地 過了收成季 當地的養殖戶 開始忙著捕撈烏魚苗 準備投入餘溫 好好將他們餵養長大 以前在養 因為天氣偏向於冷 比較好冷 好養 因為現在以前 這個烏魚老實講 它比較 屬於這個 雖然說它是 不太怕冷 不太怕熱 但是 比較屬於溫帶一點的 這個魚種 所以說你太熱的話 它會毛病 毛病很多 水溫一般都偏高的話 然後這個魚就容易生病 水質也不好控制 這個魚的疾病 容易爆發來 烏魚是冷水性魚種 養殖魚溫的範圍比較小 不像海洋生態系統 能自我調節氣溫 所以受到氣候暖化的衝擊 比較無法及死因應 養殖的烏魚大概是在 也在這個 冬至前後的時候 也就是到冬天的時候 最冷的時候 它才會截脂 那截完脂之後 它才會越長 那個 那脂會長越窄越來越大 那最近魚的說法是說 一個是截脂的比較小 所以呢 它軟就是軟巢嘛 它軟巢就變得比較小 那另外第二個狀況就是說 即使截了脂 它的軟巢裡面的那個軟的那個 含油量就是含脂量有沒有 沒有那麼厚 氣候暖化還不只 讓烏魚結子狀況差 還容易生病 迫使漁民只好改變 養殖密度來止損 以前照標準的話 可以養2500尾 然後我們現在實際上 我只放1500尾而已 打6隻而已啊 這樣密度降低以後 它魚也不容易生病啊 檢視近十年的養殖烏魚產量 每年平均約三千多公噸 與野生烏魚量彼此消長 102年 當野生烏魚捕撈量 縱減至657噸時 養殖烏魚量就飆升至2637噸 104年 野生烏魚量增加到1291噸 養殖烏魚量就稍稍減少 但看看109年 野生烏魚量為1044噸 儘管數字沒有特別高 但養殖烏魚量卻出現了近十年新低 只有1520公噸 這又是為什麼 接著可能到六兩七兩的這個 這個烏魚子出來 才可以來利用 養殖難度跟成本雙雙提升 使得部分漁民乾脆棄養烏魚 但受到暖化威脅的不僅於此 下一個受災戶很可能就是牡蠣 那牡蠣在釋放出精卵 收精的時間 它是受到溫度的影響 它是溫度的刺激 所以它才會釋放出溫度 釋放出精子來 如果溫度不對的話 它可能就釋放不出來 雖然牡蠣喜歡溫暖 但是鮑魚及乾旱 極端氣候讓2021年 中南部的牡蠣減產約三成 就連農作物也大受衝擊 暖冬讓荔枝龍眼去年 開花率剩兩成 連帶導致蜂蜜減產過半 稻米也面臨修耕危機 對此學者認為 應該建立預警機制 像是防災災培力 利用各個時期 可能會面臨的災害提早因應 所以不管是氣象災害也好 或者是甚至病蟲害也好 我們都可以來建立這個 防災災培力 那如果這些不同的時間點 我們從歷史上的資料知道說 它可能會發生哪一種類型的 這些氣象災害或氣象逆境 那因此我們就會開始沿逆 什麼一些防災防護的措施 國外報告更預測 到了2050年 全球玉米小麥和大豆的產量 恐怕將下降5%至30% 這對高度仰賴國外進口 糧食自給率約31%的台灣 無疑是一大威脅 暖化讓許多餐桌上的食物 正逐漸消失 全球性的糧食危機 已經蠢蠢欲動